這次在這條範圍的範圍是0至90度 現在我們會涉及到cos 所以我們看看cos的Graph 在這裏,0至90度 我們會知道最大值是1,最小值是0 所以cosx介乎0至1之間 在這裏我們基本上把0中的1代 看看誰是最小的,那就是答案 但如果這樣看,整個份數最小 那份母就要最大 份母要最大,因為這裏貼著的符號 即是cosx就要最小 所以代替4 over 2-0 答案是2,答案是c